韓晨 如果真的要我去講真經和江扎生這兩人 他們兩個自作為會共同在一起 叫做緣分 他們相似的地方是在一個小市集 然後在那邊他遇到了 也是一個演快遞 張阿森 很怪的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會碰到一個人的時間 你會覺得不知為什麼 是特別對這個人有好感 是特別想再見他多點 到你真的見他多點的時間 你會是想 那我下一步是什麼呢 他們每次基本上一碰面 就會刮風下雨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是碰面就下雨 是因為他下雨 就有機會給張阿森再找真正 我開頭自己看劇本的時間 都會覺得是不是這麼誇張 每次下雨就要這樣 他們相識是因為下雨 然後他們感情的升溫 也是每一次因為下雨 有一天又下雨了 張阿森又來幫曾經說衣服 但那個時候呢 我讓他們兩個的角色轉變過來 以前都是江阿森主動來收 這次換成是曾經主動的問他說 你肯不肯娶我 這個事情可能在古代很難發生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一個女生這麼主動很難發生 但我覺得在現在的女性 完全可以體會的就是說 可能幸福掌握在自己手裡 這兩個不同背景的人 竟然會在不同的時間 相遇之後分開 之後又再相遇 這一點就是說可能就是前身注定 一個武衣高強 活在這個江湖世界的一個殺手 她要毀滅了她的過去 她要想重新再過一個生活 所以她找了一個當時最有名的名義 就做了一個診動手術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細語她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一個女生 外表冷漠 武功很高強 無感情 是不知為誰 來做些天害你的事 我不想再見到這張 她是很想擺開那個鍵 改了做另外一個人 她想知道 什麼是一個正常的生活 什麼是做一個現妻良夢 做一個平凡的人 如果說你是一個過去 已經做錯事的人 你怎麼樣能夠找到幸福 能夠追求第二個人生 我是沒有可能 從頭來講 因為我錯得太小了 沒有人可以再原諒我 所以她就繼續 在她的不好的職業上繼續 因為她都不知道有沒有第二條路 直到一個高人 跟她說人生是有第二次機會的 機會是自己要爭取回來的 但是爭不爭取到 都要看你自己 放下過去 我們兩個追求未來 人生的生活 是每一個人要爭取 Go and live your life and enjoy love 真正的愛情是沒有expectations的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這個境界呢 就是要靜點 有一個人要抱著 你會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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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